現在我們要進行議長的第二次投票 新北市議長選舉 藍綠得票率 結尾過半 只好舉行第二次投票 快票完畢 第二輪總該分出勝負了吧 沒想到這次民進黨提名的陳永福 獲得33票 國民黨的蔣跟黃也得33票 兩人平手 只好進行抽籤決定 競爭激烈程度可見一斑 最後抽籤結果是由國民黨蔣跟黃幸運中籤 全場藍贏議員瞬間歡聲雷動 原本預料將會是議員席次較多的 民進黨提名人陳永福重選 如今卻變成藍贏獲勝 也讓新科議長蔣跟黃相當高興 運氣很好 才會抽中 這個結果在預期中嗎 這個抽中沒有在預期中 運氣好 運氣好 公共投票 沒有秘密投票 沒有秘密開會 由於議長選情緊繃 藍綠黨團緊盯黨籍議員 原本綠營要求進行秘密投票 但遭到藍營堅決反對 也讓原定九點半舉行的議長選舉 延宕到將近中午才開始 我們會以秉持對市政的監督 跟朱立倫朱市長的市政的監督 更嚴厲 更嚴格來回饋 我們顯民黨對我們民進黨的取許 本屆新北市議會共有66位議員 民進黨32席 國民黨26席 五黨籍8席 原本預料民進黨可以順利拿下議長寶座 沒想到國民黨好的運氣 強勢守住議會 也宣告新北市未來四年 仍然是由藍營完全執政 而議長選舉歷經兩次投票 最後用抽籤定生死的結果 也成為地方自治史上的頭一招 記者王正新 採訪報導